出生后,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张白纸。 我们需要学习和做事情来把我们的生活画成一幅美丽的图画。 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巧合,它是有原因的,原因是我们都可以从中学到教训。 学习的机会就像日出和日落,如果我们没有把握时间,我们就会错失机会。 当我们受到伤害时,我们学会勇敢。 当我们有问题时,我们学会解决。 当我们有失败时,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未来成功的垫脚石。 当人们冒犯我们,我们学会原谅。 当事情变得艰难,我们学会忍耐。 当我们有成功时,我们学会谦卑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,我们将遇到挫折。 在那一刻它可能不会使我们感觉到成功。 但不要忘记,如果人们的生活是成功的, 他们一定在以前已经经历许多挫折。 所以不要后悔,接受我们的失败。 每一次失败是要我们学习新东西,使我们更坚强。 我们可以将挫折改为转折点,把危机变成我们生活的转机。 教育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实际上教育是我们的生活。 人活到老学到老。 即使我们是老年人,我们都有不同类型的生活功课要学习。 重要的事情激励着我们。 我们需要写下来,审查,又审查和再审查所做的笔记, 以避免重复,又重复和再重复我们的错误。 我们都应该有基础来分辨什么是对还是错,什么是好还是坏。 选择好的功课去学习,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在无用的东西上。 其他人良好的行为是我们学习的机会,甚至我们可以改善它,使我们变为更好。 其他人的坏行为是我们提醒的机会,甚至我们可以提醒其他人避免同样的错误。 我们学会发挥人性善的一面,让我们远离人性恶的一面。 找出生活的优先秩序,首先做最重要的事情。 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坏事情而不抱怨,并且接受好东西而有感激之情。 生命是宝贵的,我们需要成长,所以我们需要学习。 当我们有机会学习新的东西,我们应该仔细观察,把握这个机会,总结我们的心得。 如果我们不明白时并提出问题,学习带来知识,经验带来技能。 我们学到的越多,我们获得的知识就越多,我们拥有的生活经验越多,克服挑战的技能就越多。 只要我们继续学习,它将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。 我们学到的东西,无论做笔记或记录在我们的头脑里,它就好像我们去度假,并用相机拍摄一些视频或图片。 这是未来的回忆。生活不是顺畅的道路,有时高,有时低,有时我们赢了,有时我们学习。 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犯错误,第一次失误后,我们学习,然后我们希望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 错误的目的是要从中学习,而不是重复犯错。 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来改善自己。 即使失败的人际关系也是我们成长和学习的机会,所以要感恩,继续进入我们下一阶段的生活。 在我们的工作场所里,我们需要学会处理我们的工作。 在我们的生活之旅中,我们需要学会处理我们的生活。 无论年轻或年老,我们每天都可看到机会,学习一些东西,事物更好,这将使我们的生活更有趣。 只要我们有求知的心,我们可以从任何人,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来学习。 学习不是强制性的,它应该是自愿的,所以我们经历自己更多的学习。 用谦卑的心学习可以改变我们的观点,拓宽我们的视野,获得更多的信心。 明天有点说实有点 明天有点,使我们大余的心aro支援修道犯, iral宝队围ista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